天主教花蓮教区每轮教会举办感恩收获节活动 当中邀请每一位教友制作自己的玫瑰金念珠 比喻连串的岛纹如玫瑰新香 敬献于天主与圣母生前 七十多位教友虽然是第一次制作 而串起的念珠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 精致的玫瑰念珠手练 上头刻有耶稣受难的苦相 象征赎罪以及新生命 表示耶稣对于世人的大爱 建议呼吁世人彼此相爱 念玫瑰经文祈祷灵修 并且随身携带十字架圣物 是一种静默的祈祷 这边有打结过 从这边一小的小猪猪 然后再大的 然后穿五粒 再穿三粒的小猪猪 再隔一个大猪猪 再隔三粒 这样就是一段的那个念珠 我们的那个念经的时候 念玫瑰经的时候一段一段 那这个是从这边的话 第二段第三段 第四段第五段 就是这样子 七十位的教友在讲师的指导下 串起自己诚心制作的玫瑰经文念珠 更有教友表示 能够制作自己的念珠 就如同一束玫瑰花的新香 献给天主与圣母 你从这边 不要从这边 这边的话会松掉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圣母玛利亚 因为我们念整串玫瑰经 就是也透过我们的祈祷 请耶稣的母亲 帮我们转达我们的祈祷 玫瑰经文诞生于15世纪 教会称为 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 玫瑰经的羽翼 就如玫瑰花冠 或是一束玫瑰花 比喻串起的岛文 如玫瑰新香 敬献于天主与圣母之前 记者林杰 花林寺采访不大 玫瑰经文词 玫瑰经文词